他們身上有這麼多閃亮的光芒 實在令人喜愛和尊重 動力的傳源 新生代偶像的魅力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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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名人堂 今天很高興 繼續有Super Idol Chat Chat Chat的節目 除了月月之外 我們也邀請了八王之中抽時間 香港來到紐約這個空氣中和大家見面 月月是Super Fans來的 是嗎? 是吧? 近期大家都知道 紐約大地區兩隊的組合 ERROR和MIRROR 都封魔了很多朋友 越來越多人都喜歡他們 近期我自己覺得 這位人人氣爆燈都很厲害 而且他手碎到三點 都在我們流行榜裡 都得到很高的位置 證明很多朋友很喜歡他 他就是193國家進的 193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193 其實我想問問你 其實在歌唱方面 你都有很好的成績 我知道你其實有很多身份 你又是主持人 又是無得二 現在又唱歌 接著又可以拍劇 還有是有自己的 merchandising fashion 那方面的東西 你怎樣分身 你怎樣有這麼多時間 做這麼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其實真的 現在完全沒有時間做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認識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處理自己的牌子 都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節目 但現在是完全沒有時間處理 我是很孤寒的人 不想分錢給別人一起賺 但現在原來都要 我要處理自己的牌子 就是要付錢給別人 幫我去做這件事 然後還有很多的 例如我自己 我都想每件事 我都要參與自己創作 例如我接下來 正在準備自己的獨舞歌 我又想全部都有自己的 東西在裡面 不論是歌詞還是音樂底 所以歌詞是我自己填的 音樂底我都會給很多意見 就原來花很多時間 一天只有24小時是不夠用的 是啊 我知道你肯黃碌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你 你是參加了《全民造星》之後 才進入了這個所謂的藝壇 樂壇 當初你是40強裏面 都有一份參加演出 為甚麼你初初會選擇 或是你想參加《全民造星》 當初其實是 我本身是做時尚 做時尚買買行 當時是轉工之間來的 我就辭職了 找了一份新工 但我想給自己一個一個月的休息期 因為上班很多年了 我就跟新工說 給我一個月時間 我會進來工作 他已經給了我提供了 之後就突然見到《全民造星》 我就問我身邊的朋友 我一直都有想過入行 其實當時我在做《Baiya》的時候 我是Casting過TVB的藝人訓練班 去到第二回合就失敗了 繼續回到時裝 一直都有想過自己想入演藝這一行 但未有一個途徑可以幫我進行 然後就突然有《全民造星》 ViuTV一個是新的電視台 以為是新的電視台 那就去試一下 我就是想 如果人生不做這件事的話 我應該會 可能到我五六十歲的時候 會很後悔 為何當初沒有去試過這件事 那就去試一下 沒什麼輸的 最多被人笑而已 我知道其中我們的DJ 月月 都是你超級粉絲來的 我知道準備了很多東西問你的 是吧 月月 是啊 我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 很漂亮 正確答案 加分 哈哈哈哈 我就想問你 你想我怎樣稱呼你呢 因為我有知道很多名字 你的粉絲也有很多名字 你認為我應該怎樣稱呼你呢 你會開心的 你叫我三三 三三你好 我叫八八 我改名了 我叫三三八八 為什麼叫三三呢 話說回來 我也不知道 是193的人可能是溺清 就是叫最後兩個字 三三 其實話說回來 其實193這個溺清 是不是花姐給你的 因為你的高度 是啊 是 當時是很有趣的 當時剛剛參加《全民造星》 然後我叫她自己叫Dennis 然後沒有人記得我叫Dennis 然後花姐就說不如你不要叫Dennis 不記得的 不如叫193 其實我當時報的高度是192 然後花姐覺得192不夠響 193一定會響一點 容易記一點 所以就叫了193 所以我是報大了1cm 哈哈哈哈 其實在亞洲人來說 193大概都有6尺3吋 其實高度方面真的挺高的 你有沒有想過做籃球員的 有啊 有啊 我以前從小到大的夢想都是做籃球員的 當時在香港也有打籃球會 接著去到英國也有打大學校隊 經常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籃球員 夢想就是會成為香港最厲害的籃球員 當時是 啊 真不錯 我覺得很多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都是想做 either明星 或者做運動員 在美國也是很有趣的 可能在運動方面 很多朋友在學校的時候都會喜歡籃球 或者是籃球 或者我們在美國 那我越來越知道準備了很多問題 除了問你漂亮不漂亮之外 除了還有其他事情想問一下嘉峻 那我就很坦白了 那如果我們要做你的老婆呢 哈哈 真的很坦白 那些粉呢 那些粉呢 那些粉是 就是我老婆 就是我老婆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你就可以入我的Telegram group Fans group 來聊聊天 因為一大群人 我的粉絲會大家一起聊聊 我的最新動向 有時候我都會說幾句話跟他們聊聊天 嗯 其實我又想問嘉峻193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這麼高的男生 有時候選擇異性做女朋友 都是一件挺困難的事 那我想問你 我們其實紐約也有很多 一些漂亮的亞洲的女士 其實你擇偶條件裡面 會不會一定要選擇一個 跟你一起差不多高的女生 才覺得是一個首選的條件呢 沒有啊 一向是沒有一個特定擇偶條件 有些人經常覺得我這麼高 女朋友一定要很高 但我好像從來沒有一個女朋友 是高過米7 一定沒有 可能米6 米6 米6 已經是最高的 所以我是沒有一個特定擇偶條件 我是純粹是說感覺 所以阿月 你沒有機了 是說感覺 哈哈哈哈 先放些感覺過去 那其實哪種感覺 感覺是真的兩個人相處 覺得開心 舒服 真的完全沒有一個特定的類型 樣貌 高度身材 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全部講感覺 對於要求高 會不會都是有條件誤選的 要求高 例如怎樣要求高 他很挑剔的 要你經常打電話 經常圈航混亂 就是陪著他 有沒有機會 都有的 我想如果喜歡一個人的話 你會想給他多一點時間 如果他想你花時間 他會黏著你 黏著我 我完全沒有問題 好了 完結了私人問題 我們不問 先問一些工作 哈哈哈哈 我欺負你 所以你 求你令我死心 193 其實當初花姐選選你入去ERROR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很詫異 其實說真的 你又高大又英俊 沒有理由不是偶像派 入了ERROR 你有沒有覺得 為何花姐會選選我入去ERROR 其實沒有 當時應該說回 《全民造星》完了 收到花姐電話 他說電視台想簽我 當時我也沒有想過 有組合 我純粹是覺得很開心 可以做一個電視台藝員 可以去拍劇 去拍綜藝做主持 然後突然之間衍生了 有MIRRORERROR這件事 當時是很慶幸自己的ERROR 因為入到MIRROR我們是最差的 唱歌跳舞那些很差的 入到ERROR反而是有其他 另類的東西 多條出路 其實是 現在想起來 真的很感恩去入到ERROR 尤其是我很喜歡 他有一個自肥計劃當中 扮女仔 戴那個假髮扮個女仔 寧波麗 對 其實我也想買一套 想今天預備 很挑戰 講得很誇張 我的頭是紫色的 是啊 我覺得你那個可塑性很高很強 其實ERROR的可塑性也很高 我們四個人合起來 很有法學作用 如果我們分開擺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但四個擺在一起 就變成很特別的法學作用 無論是唱歌跳舞也好 無論是做綜藝搞笑也好 是有一種好像很獨有的東西 其他人是代替不到的東西 是很新鮮 很新鮮 其實我也知道193本身其實都在讀書方面都很厲害 其實當初你進入我們娛樂圈的時候 你家人有沒有反對你還是會支持你的 因為你也知道有時候家長們 未必能夠全力支持自己的小朋友 去進入娛樂圈 通常我們香港或者中國華人的家庭都會說 三司、會計師、律師、醫師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壓力 從你的家人說不要做這件事呢 我就是很幸運 很慶幸有我這些家人 就是我有家人 他們是完全無條件的支持我 就是他們不會反對我任何事情 他給我很多自由空間 他可能不會說出口贊成 但是他給我自己做決定 我知道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家人可能很小時候 已經對他有一個計劃 你將來要讀哪間中學 哪間大學 將來就要做律師、做醫生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都有一些很專業、很出色的朋友 但我一個比較不是很專業、很出色的 但我很慶幸我家人 是完全不會有任何壓力給我 無論是經濟上的壓力也好 情感上的壓力也好 他們讓我去放手去做任何事情 做明星這行是叫做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我完全不知道將來是怎樣 我連下個月都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我想家長如果不支持是很正常的事 我有個兒子 我都未必一定很支持他做這件事 是啊 我也知道 假如你在《全民造星》中 入到40強之後 沒有得到任何獎項 而花姐又沒有叫你 組成這個組合 或者叫你入ViuTV做藝人的話 那你會選擇做什麼 我當時都有想過 如果ViuTV沒有打給我 即是花姐沒有打給我 我會不會是去做一個模特兒呢 嗯 我有想過是真的簽一些模特兒公司 或者是獨立公司這樣做 因為《全民造星》都有些人認識我 叫做 我想過可能不如做一年先 試一下水溫 如果一年來都搞不定了 那就去做老本行 做時裝 其實在舞台上唱歌跳舞 你覺不覺得自己的高度 有時候會影響到你跳舞的那種型格 或者你覺得跳舞方面不是自己的強項呢 會呀會呀 手長腳長那些 怎麼都跳舞是舒適一些 或者是奇怪一些 看它的形體動作 那一開始很介意 但現在開始覺得 變成自己的台風 就是 人家看到我這件事 就記得這個跳舞這麼奇怪 這個就是193 他有自己獨特的東西 就像我看韓國節目李光珠 他跳舞是有自己風格的 一看就只是李光珠 我覺得這件事頗特別 觀眾原來不是因為我跳舞很厲害 記得我 而是因為我跳舞有些攝錄 所以記得我 那也是一件事 你做這一行 最重要是有記憶點 是呀 是呀 被人知道的 有聲音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頗成功 其實我覺得頗成功的一件事 ERROR是一些電視節目裡面 其實跟其他的節目不一樣 很大膽去嘗試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市場有些轉變 當然也有些人喜歡一些比較上傳統式的劇集 傳統式的綜藝節目 但也開始因為很多年輕人 亦都是想要一些創新的東西 我覺得你們ERROR的創新東西 挺好的 雖然可能我又未必說 未必接受得到 可以啊 又可以行得通 我覺得不是那種 怎麼說 立即會是喜歡你的人 但我覺得如果看得多的話 是會是在你的心目中 我們叫做Grow 是跟你一起成長接受你們的 你自己是怎樣批評自己 或者你看ERROR裡面的成長路 應該是怎樣走呢 我覺得ERROR是由一開始 我們的觀眾群很窄的 以前我們有個花姐ERROR有的節目 做些事情太瘋了 真的吃昆蟲 吃糞便 所以當時真的吃糞便 糞便咖喱 然後當時群眾很窄 因為其實看得到這些的人 可能跟我們歲數差不多 二十多三十歲才會看 你去到大多十年二十年 就不會看 這班人在做什麼 我不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但慢慢開始 我們做了不同的節目之後 開始入屋 就多人認識了 可能去到大多二十年 四五十歲都會看我們 甚至有些是婆婆都會看我們 那我們就希望我們可以去到 年齡層 可能由小學去到老一輩都會看我們 但現在暫時都未去到 就說真的很小時候可以看我們 因為我們說的那些入屋 其實可能是小學生 中學生未必聽得懂的 是要跟我們差不多年紀才能聽得懂 我都希望可以發展到 小朋友都可以看到 甚至是很老的觀眾都可以適合看我們 還有我覺得 其實每個年代香港都有一些 可以搞笑的組合 但又可以唱歌 例如以前是《軟硬》 之後可能是《I love you boys》 《農夫》 但到這個年代就沒有 我都希望ERROR可以承繼到這個傳統 即是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ERROR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可以上到紅館 開一個variety show 我可以唱歌一半 一半是talk show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目標 挺好的 因為我看《全民造星》 我看《全民造星》給我的感覺 我跟《全民造星》有說過 不僅是唱歌 其實是很多發掘你的才能 例如阿Dem 將來跟他做訪問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回答到 我就說 他可能唱歌那方面不是最厲害的 但是他的創意 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 在今時今日來說 我覺得 無論在香港也好 在美國也好 一些正能量 一些開心 的而者確是需要 我覺得ERROR 的而者確是帶到一些開心 以及帶到一些正能量給大家 有時候是否被人感覺 你覺得很酷 有些人是否誤會了 你覺得 因為你高大 又覺得你有時很火爆的言論 你會覺得 被人感覺很酷 很遙不可及的那種感覺 會的 我不發聲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經常說 我一是不開心 一是病了 一是生氣 不知為何 經常都會一直問我 你是不是病了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麼不開心 但其實我是沒有 純粹我不發聲 不笑的樣子就是這樣 從小到大也是這樣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禮貌 不發聲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在鏡頭面前 見我做這麼多綜藝 好像很好笑很friendly 原來我為何 在背後見到你 你不發聲 就以為我很兇 或者很囂張 很高頭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人 可能很多人都會因為我的言論 覺得我是一個很 沒有禮貌 或者很高傲自大的人 但其實這一個 只不過是一個鏡頭面前的角色 我覺得 我真的跟別人相處 我不是這樣 我不會看到花姐 不會突然罵她 不會突然笑她 花姐你這麼胖 但我在鏡頭面前 因為節目效果 我才說這些 有些東西而已 非常之好 其實我也明白 娛樂圈是娛樂圈 加上最後一件事 我想問你 其實ERROR和MIRROR 這麼多成員 12加4 你跟誰最友善的 其實是 ERROR成員 其實我們四個都很友善 私底下 一開始我跟保錡 最友善 因為我跟全民造星 一早已經認識 然後大家又會喜歡 潮流的東西 會有很多東西 聊 然後去到 我想我們相處了大約一年多 我們四個都很友善 因為我們又會經常一起出旅行 做事 四個一起住 甚至四個一起洗澡 一起浸溫泉 一起浸浴 都試過 我們四個好像出生入死過 所以我們四個都很友善 這一刻我們四個有什麼都說 私底下都會約出來 私底下都很多話說 我知道 我聽過人家說 有些組合 其實可能不是MIRRORER 一開始洗澡之後 可能四個都沒有什麼交流 但我們是瘋得 在洗澡後 我們都會不停地說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聊 我們四個可能 我們的年齡很相近 我們是三十歲和三十一歲 我們四個都是這個年齡 然後我們有很多相同的興趣 所以我們是說不停 你有沒有選擇困難症 有選擇困難症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每天選擇吃飯吃什麼的時候 我真的選不到很久 每個人都有 那你的兄弟可以幫你選擇 是不是到時候 是啊 有時候我叫別人幫我選擇 你不要告訴我 來到我就知道吃什麼了自己 好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玩這個二選一的遊戲 好 那我先好嗎 月月給我先 好 第一個我想問你 如果有機會早上 你會選擇是喝咖啡還是奶茶 咖啡 因為呢 我喝咖啡是去水腫的 每天我拍攝之前 我就要喝杯咖啡 然後希望可以 把身體的水份排出來 那就好像會瘦一點的 那樣的臉 那男生通常很喜歡女生長頭髮 那你喜歡女生長頭髮 還是短頭髮呢 喜歡女生長頭髮 哦 等等先問 哈哈哈哈 如果我有留意你和前輩 很疼你的古天樂先生 都是我的偶像 那如果你有機會 繼續和古天樂先生合作 你會願意和他一起合唱一首歌 還是願意和他一起拍戲呢 嘩 這兩個很難選擇 因為當然是想拍戲 古先生 電影公司老闆 和他拍戲多威 他做這麼多角色 和他拍回沉巡記都厲害 但是你說唱歌 真的很難得古先生唱歌 是啊 可能他會再 這一輩子都不會再唱一首歌 而且再見 睡到三點男朋友 這樣幾好 哈哈哈哈 如果有機會的話 怎麼放啊 我可能放棄電影 我放棄演員 我都會和他合唱一首歌 這可能是經典來的 是啊 經典 好了 二選差不多了 我想最後問一問193 其實在音樂的路線裏 你想走什麼 我覺得你是不是想走一些 Puppy love 愛情的形象 路線這樣走呢 因為你的歌主 都比較上 是戀愛的 甜甜蜜蜜的那種感覺 是嗎 其實我是想做一些 藝術成份高一點 但是 我和很多producer 談過 他說 你不要搞這些東西 香港一定要搞情歌 才有人聽 整個亞洲都是情歌 藝術的那些 等你遲些真的很Hit 你很出名 已經有很多歌 你才會做一些特別的歌 現在還是做一些愛情 因為 每個人都有感情的 愛情可以投入 親情又可以 家人 甚至是愛人 什麼都可以 所以就做愛情歌 才打對 希望我的歌類 總類不是太pop的歌 希望可以做一些 比較香港Indie 一些獨立 比較少人聽的歌 希望可以把我喜歡聽 那些獨立一點的東西 可以帶上去主流 非常好 今天短短的時間 我們認識193很多 覺得很親切 很真 所以我相信未來日子裡 大家從不同的渠道裡 都會見到193 無論以個人的身份 和大家見面也好 以ERROR的身份 和大家見面也好 鼎力支持 因為我覺得 他正如有越說的 可塑性非常之大 扮女人 都是夠嬌潮 謝謝你 今天抽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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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